想让别人接受自己的投资 那至少得打扮打扮自己 于婉先是跑到海城消费最高的万达商场 先是买了两款最新的水果三手机 随后二人匆匆来到了明都科技 当时的明都因为决策失误 公司差点破产 条件确实非常的艰苦 公司门口连个门头都没有 整个公司也只不过七个人而已 而且此时有五个员工正在闹辞职 明都再三晚留 他们也没有留下 等他们出来时 于婉听到他们嘴上都说着 隔壁德鲁科技公司为了挖我们 薪水比这边高了将近百分之二十 比留在这小公司混吃等死好得多 说着他们还一脸得意 觉得选择是对的 而一旁的鱼丸却是露出来了好笑的表情 他可记得德鲁科技在当年确实很有名气 只是后来明都科技崛起之后 直接把他干倒了 导致拖欠员工的薪酬长达三年 再次看去 他上一室的老板戴着黑矿眼镜 一副技术宅模样的明都颓飞地坐在椅子上 眼神里多了份绝望 脸色也变得憔悴了很多 而在他的身边还有一位漂亮女性 她是十三年后明都科技的副总裁李嫣然 她不仅五官精致 浑身上下更是都透着一股高贵的味道 铁柱 从现在开始不要叫我玩哥 要叫我少爷懂吗 懂 为啥 总之听我的就对了 不然这是成不了 另外一会儿我进去坐沙发 你就跑过来给我擦一擦 然后恭敬地说一句 少爷请坐 之后就站在我身边 不要动也不要讲话 好 少爷 接着他整理了一下西服后 便推开了门 失落的明都和李嫣然见有人进来 还以为辞职的员工去而复还 你们回来了 可看清楚时却发现是两个陌生人 笑容瞬间就凝制了 两位有何贵干 鱼丸没有直接回答他 十分自然地走向沙发 铁柱忙是跑到了过去擦了擦沙发 少爷 您请坐 鱼丸努力做出来一副很是随意 很习惯的模样 便坐了下去 铁柱也像模像样地站在一旁 鱼丸瞟了他们一眼后 直接了当地说出来目的 明都 我来这里其实也没有多大的事情 是来投资你的 你投资我 明都和李嫣然很是诧异 站在一旁的铁柱也是恍然大物 竟然是来投资的 对 我家老爷子在省城有些地位 只是过去我不学巫术 老爷子就把我发配到这里了 希望我能在海城这种小地方过过苦日子 混出点名堂 你们也知道 想拥有自己的事业 最快的路子就是收购投资 铁柱有些懵 心想于丸他爸之前不是干体力活的吗 什么时候在省城有些地位了 冒昧地问一下 您的父亲是 老爷子身份比较特殊 不方便告诉你们 只能告诉你们我父亲姓张 刚刚从首都回来 平时出行坐红旗的 这件事情不要多问 身份敏感懂吗 你们只需要告诉我需要多少资金就行了 铁柱越发的猛 他完全不知道于丸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而明都和李燕然瞬间就嗅到了味道 什么人不方便说身份 还坐着红旗 那不就是高官吗 我们懂 我们懂 他们的态度立马变得恭敬起来 只是明都还是摇了摇头 张少爷 你能看上我们明都科技是我们的荣幸 我们公司也十分的缺钱 只是我还是无法接受你的投资 为什么 现在你们公司不也挣缺钱吗 有些话不好听 但我也得讲出来 我们虽然缺钱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产品 在未来会有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的 我们不仅需要钱 还要求投资方也要拥有对未来市场的判断 否则之后合作意见不同 容易导致失败 真心感谢张少爷的投资 买卖不成仁意在 晚上我做东 请你吃饭 铁柱没话接了 明都说的也对 他俩都是普通的学生 学习都没有学好呢 又怎么知道未来市场是什么东西 顿时他也觉得于丸这次是没戏了 明都和李燕然也都觉得这是就这么晚了 准备给离开的员工打电话做最后的挽留 可是等他们一抬头 却是发现鱼丸沉着稳定 用着不属于他此刻年龄的眼神看着他们 鱼丸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明都 你设计研发的系统名叫莫斯 是专供智能机器人的操作系统 并且还连带开发了指纹识别功能 面容识别功能 主要用于机器人识别主人 只为一个人服务 什么 明都瞬间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向了鱼丸 就连李燕然也放下了手中的茶杯 吃惊地看向鱼丸 张少爷 你怎么知道的 这件事除了我们公司的人之外 很少有人知道 你也说了很少有人知道 这就代表会有人知道 鱼丸微微一笑 学着电视上的大佬们的样子 我能选择投资你 当然是因为我来之前 对你们公司已经有足够的了解之后才会过来 如果我没有了解错的话 你们的智能系统 主要以运用未来智能机器人为主 但是你们发展方向是大错特错了 指纹识别和面部识别 也是可以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 你们大大低估了他们的潜力 而且指纹和面部识别运用的场所 绝对不是在区区智能机器人这一块 他们的潜力超乎你们的想象 此话一出 明督和李燕然眉头一皱 他们认为鱼丸来头大后抬衣 但也不是可以随意对他们的产品指指点点 他还能比他们研发这个的懂得多 不过他们还是很想知道 他为什么这样说 那张少爷 你这么认为的原因是什么 面对他们质疑 鱼丸不慌不乱 既然你们想知道原因 我也不妨告诉你们 因为最长不超过89年的时间 整个华国就会是世界上第一个 进入无现金社会的国家 到时候智能手机遍地都是 第一个人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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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